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啊 对于很多农户来讲啊 尤其是暖棚种植 有些咱们朋友们呢 棉被呀放的比较早 所以说呢晚上这个棚温呢 有时候都会达到17度18度 可以说呢是非常有利番茄的生长 就是会导致菌比较细 穿的比较快 这样子呢就导致我们这个结束的部位啊 就会拉长啊 那么有些农户呢 就咨询应该怎么样去做啊 去减缓它的一个生长 第一个呢我们除了啊 根据一个温度啊 这个调控 比如说当天温度比较高 那么咱们就不用放棉被 或者说是放棉被 这个时间呢适当的晚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呢就可以去 喷洒一些零六三二清晶甲啊 再配合一些凹和泰的钙肥 去进行控旺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有些农户说呢能不能够去使用一些 控旺剂啊啊 像一些多酵作 吸酵作 或者是矮状素啊 如果说呢 咱们朋友们实在是控旺 控制不住了啊 可以去使用一些吸酵作 或者是矮状素的啊 降一一桶水的量啊 就三十斤的水量 可以去使用到 十克到十五克啊 这样的一个量啊 然后呢 针对番茄的一些 顶端 直接去喷洒 咱们在喷洒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有一个原则啊 喷高不喷低 一遍过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大家看一下我们铺的地关带啊 看和你们铺的有什么区别没有 区别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常见这个出水口啊 有的人说啊 这个出水口啊 地关带的出水口要朝上 有的人说呢 要朝下 朝下一口更容易出水 究竟这个地关带啊 这个出水口是朝上还是朝下 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地关带的出水口啊 正确的方法是应该是朝上的 而不是朝下的 原因很简单 你这个滴水啊 是靠的水压 而不在乎你这个口 是朝上和朝下 利益出水问题 是靠水压的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滴关口 朝下的情况下 很容易 被这个土壤啊 当中的哪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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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塑土啊 填满啊 如果是无土栽培啊 和比如说极枝栽培啊 那极枝的小细地啊 很容易都可能会进入到 你这个地关带里面去 这样的话会进行堵塞 不利于你精确的出水 而如果我们朝上的话 这个问题我们就完全就不用去担心了 所以说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啊 这个很小的一个地关 在这个出水口啊 朝上和朝下啊 这个用法不一样 可能对你啊 在以后操作当中 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地关头啊 这个头部啊 你堵的时候 有些人直接用钢丝啊 或者绳子啊去系 不用啊 你就这地关带截一小截啊 然后把这个地关头呢 一窝一窝一后 这样直接用这个截的 这个小的地关 那个短的这个地关带啊 直接一套套进去以后 然后它就不会出水了 这就是平时在接地关带的时候啊 装地关带的时候的一些小技巧吧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我们又见面了啊 年前我们小麦管理上 抓住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浇月冬水 第二个呢 就是除草剂 有些农户会问 嗯 我们浇这个月冬水和这个除草剂啊 有没有什么先后顺序啊 或者说是中间应该间隔多长时间呢 这期啊 我们就来聊一聊啊 嗯 年前的两个重要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咱们小麦播种后一个月 就是30天到40天 我们呢就需要开始去打这个除草剂了 因为除草剂有一个很硬性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连续的日平均温度 必须得稳定在8到10度以上啊 这样子呢 除草剂一来呢才不会出药害 第二个除草剂的效果呢才会更好 咱们除草剂是11月份进行 那么月冬水就要赶在12月份去进行啊 月冬水就是为了防止一个冻害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关于一些地下害虫 因为随着这个结根还田以后 它没有充分的一个复苏 所以说呢会导致大量的虫卵通过地表层 然后进行月冬 然后通过年前这边浇月冬水呢 去杀灭一部分虫卵 为咱们来年的减轻虫害的防治呢提供一个保障 第二个呢就是结根还田的结根 它也需要一个辅述 而结根辅述呢也需要去吸收水分 甚至说是和咱们的小麦共同的去增这个肥 所以说呢必须用好这边月冬水 像咱们玉北的地区和玉南地区这个小麦 每亩的产量相比较 那么玉北呢普遍就比玉南高 为什么呢 玉北每年就习惯去浇这个月冬水 一亩地呢最期末能挫200斤啊 左右的一个小麦 所以说呢希望咱们朋友们呢就是 要抓好年前的两件事 第一个除草剂 第二个就是月冬水 如果现在还没有去浇月冬水的 那么我建议啊 咱们农户朋友们呢可以去抓紧时间去浇这个月冬水 因为有一部分气象专家呢 已经给出了答案 今天呢是一个暖冬啊 如果说年前不去浇这个月冬水的话 那么明年鸭虫呢 绝对是一个爆发的趋势 能备朋友们大家好 在小麦上 我们这个阔叶类的杂草啊 包括河本科的一些杂草 是最为常见的 相对来讲呢 阔叶类的杂草相对防止呢 特别的简单啊 比如我们常用的一些配方啊 有这个本黄龙啊 二甲四绿啊 啊 这一部分就可以防止住了 但是呢 对于一部分恶性的杂草 主要是河本科的杂草 像 结结麦 开麦娘啊 野燕麦 雀麦 等等 以这四种啊 是最为常见的 也是最难防止的 有些农户呢 经常会说 啊 在年前的时候啊 没有看到 为什么年后呢 一下子就冒出了那么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第一个 就跟咱们的 使用除草剂的习惯有关系啊 我之前呢 一直给咱们朋友们就是 传输一个理念 这个除草剂 尽可能的放在年前的 十一月份去用 因为十一月份 这个温度相对也比较高一点 最起码呢 是日平均温度一直稳定在十度以上的 第二个呢 正常来讲 比如说一亩地 让您去用凉桶水 但是咱们农户呢 很多为了省事 一亩地 直接用一桶水 直接过就行了 还有一个 是因为咱们 有一部分农质经销商啊 他就不懂 或者是没有掌握 那么除草剂的一些用法用量 啊 就给您指导去用药 结果呢 导致一些不对症 相对来讲 我们在 防止一些恶性杂草的时候啊 最常用到的一些 这个除草剂呢 比如说金恶座 荷草林 以及福寿黄龙啊 以及呢 甲基尔黄龙 这三种呢 是最为常见的 那么金恶座草草林呢 它的一些防治的一些对象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 呃 像这个开麦娘啊 啊 包括野燕麦 啊 这两种呢 是防效特别的好 但是呢 呃 对一些这个结结麦 防效比较差 几乎是无效的啊 第二个呢 就是福寿黄龙 福寿黄龙呢 可以说是 除了对结结麦无效啊 像别的这个 这个野燕麦啊 看麦娘啊 啊 这个雀麦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第三种就是 甲基尔黄龙 甲基尔黄龙可以说是 针对小麦上所有的恶性杂草 效果都比较不错 但是呢 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说甲基尔黄龙呢 每亩地的用量不能超过三十毫升 只要超过三十毫升 您这个小麦啊 就会导致一个发黄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麦苗不长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一点呢 需要咱们农户们呢 去注意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好